完成 首先第一个我们一定要先产生清单 我刚刚讲到这个清单部分的话 它一定是放在中国阿福里面 所以特别重要如果是中国阿福 在python里面它就表示是一串的清单 就是所谓的串列 然后它的编号一定从零开始 所以第一个这个是零 所以ms中国阿福零的话 那就是表示抓第一个 里面就空的 抓一的话就一月 抓二的话就抓二月 一时类推 那十二月刚好就是十二 所以其实英文跟数字刚好是match的位置 那所以这个就比较好 你就不用再去转个弯了 那所以呢再来第一步 第一步就是产生清单 第二步的话产生什么 产生乱数 因为我要从这个清单里面 帮我随便抓一个英文字出来 考那个学生 那怎么随便抓 那我需要乱数产生一到十二的这个乱数 所以我们就利用什么 利用前面讲过的random.random range ok然后跟他讲说你从一到十三停下来 就到十二 一到十二帮我产生一个 那像刚刚的话我们是产生 比较执行 它产生的五月嘛 有没有它就是这个时候的话 在random range他就产生五 诶五哦 所以五的话那我要怎么样 问题围 所以这个地方要抓五月过来 把五月哦 可是问题他的mr是五哦 五怎么变五月呢 这个may 怎么变呢 其实就是刚刚讲的嘛 你可以用ms ms然后中瓜糊 这里的话就把什么mr这个 这个乱这个变数呢 放在中间 然后插在这个字串里面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写 诶 话有意思吗 就是意思哦 你不断的帮我回答吧 然后底下的话跟前面一样 m等于什么呢 问题围 有没有 问题 所以这个地方前面是加一个问题围 然后呢 中间串一个什么 就是把刚刚那个什么 乱数五嘛 得到五嘛 然后呢放到哪里呢 放到这个ms中瓜糊里面 所以这个中瓜糊里面的话放五 那五的话他就自动去查表 查到哪一个 查到这个may 有没有 就把这个may呢 直接就丢到这边来 所以你会发现哦 他最后串完的结果是 问题为这个may 这次几月呢 后面就是有没有 把它串在中间 所以哦 这个地方为什么他可以自动去抓到一个 月份的乱数 主要就透过什么 串列 再配合那个乱数 就可以随意抓 所以啊 你会发现哦 如果再执行的话 假设停下来 再重新执行 他又重新乱数了 所以重新乱数又得到12 所以呢 ms 里面m就变12 抓到的话 就是这个december 他就把它抓过来 OK 然后 然后 接下来的话 我就输入嘛 输入的话 就是 假设输入正确 比如说他就坏了一帽号 所以底下呢 我就写一个坏了一帽号 乱数了 所以第一步产生清单 第二步的话 产生一个乱数 然后呢 再来就坏了一帽号之后 让他不断回答 那 再来的话 我就输入嘛 所以输入完之后 他就判断 所以我就假设输入错误的 比如说输入二月 Enter 二的话呢 他就把资料呢 放到m里面 那m的话 因为我前面讲过 input的一定是 一个 一个什么 一个文字 所以输入二的话 他进来的话 一定是二的文字 那外面加一个int 把这个 改成二 所以这边 m就变二了 那二有没有等于12 没有 没有的话就跳这样 答错了 答错了 就回到 上面来 继续回答 直到答案正确为止 才break 所以这边的话 假设我按 enter 答错了 那12的话 12的话呢 进来之后 12有没有等于12 有 所以enter之后的话 他就正确答案 然后呢 并且遇到break之后 那这个回圈 就结束掉了 OK 所以基本上 跟那个前面几个范例 其实有点雷同 要不就是说 你先产生乱数 再来的话 画一帽号 然后你输入 输入之后再判断 所以大概都差不多 画一帽号 输入 判断 大概会是这样的流程 那如果说啦 其实一般坊间的书籍 可能不会写画一帽号 一般会写什么 写把判断 放在哪里 放在 1的位置 可是如果你把 画一的一改成 判断式的话 那就不需要义服了 可是会有个问题 那判断的应该 其实要判断的应该 改一下 改成什么 改成当什么情况 所以画后面那个判断式 是当什么情况下 要让他怎么样 让他继续回答 那如果另外一种情况 就是什么 就离开了啦 所以什么情况下 可以离开 就答对了嘛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换一个方式写 如果说我把它改成什么 把这个改成 如果不改成 坏了一帽号的话 那我们可以写什么 坏了 坏了后面的话 我们就是一个逻辑判断 当什么情况下 要让他继续回答 所以你可能 在坏了前面 必须要先让他回答 先让他输入 所以一般是先输入 这个是启愿 然后他输入完之后 再来就判断 判断的话 特别注意 这个if我们是两个相等 可是呢 这边应该改成什么 改成 理论上相等 相等就离开啦 所以这里应该是要判断 他如果不等于的话 不等于的话就把这个两个等号改成前面一个惊叹号 不等于 就是说他答错了 所以答错的话应该怎么样 答错了应该就是 跟他讲说答错了 所以另外一种写法 答错了 那答错了之后呢 特别注意 答错了之后呢 那就让他弹回去 不过特别注意 答错了就是要继续回答 所以这个地方我是觉得有一个比较不OK的地方 就是再回答变成你上面这一行 你要变成要再复制下来 有没有 所以变成说同样的输入要两次 也就是上面要先输入第一次 然后他当他答错了再输入一次 其实这两行是一样的啦 OK 那我是觉得结构 我自己看起来是不太喜欢 所以我习惯写上面的方法 那这个方法 这样的写法也是OK的哦 仿街很多书籍都这样写 然后呢 再输入呢 再回 如果 假如呢 如果他答对了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是答错的 答对怎么办 答对了就是 直接在外面的回圈 直接print答案正确就好了 不能放在里面 所以说法一定要在最前面 你不能再放在里面 其实程式就写完了 这个是用什么 不是用坏一帮我写的 就是坏哦 当他答错的话 就让他怎么 跟他讲说答错了 你再回答一次吧 他又回到前面去了 然后判断 判断之后 有没有答对 没有 没有就一直错 那直到他答对为止 有没有答对为止 所以哦 这样的写法 跟上面这样的写法 结果应该会是一样的 最怕是哦 有同学可能忘了一件事 就是这一行忘了写 如果假设你这一行忘了写 会怎么样 他应该会什么 执行这是几月呢 march 假设答错了 1哦 所以输了一个哦 你会发现他会变成怎么样 答错了 答错了 一直跑答错了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再输入 所以这个时候请各位注意一下 上面有一个停止 赶快停掉 因为如果你没有赶快停掉的话 他会一直跑 一直跑 跑到什么时候 跑到当机为止 这个叫无穷回圈 因为他 所以哦 底下记得 你一定要让他可以离开 因为这个程式里面没有break ok 像上面的是有break 所以会有个出口 这个没有break 好 那一定特别注意 这个一定要再让他输入 如果没有让他输入 他就一直答错了 答错了 答错了 他就不给你 ok 有点像歇斯底 他发疯了 这样 所以有时候他无穷回圈 所以人如果无穷回圈 是不是也类似像这样子 没有出口 所以一定要找到出口 要停下来 要break ok 所以不管怎么样 就要写成是一样 要有个停掉 所以做任何决定之前 先等静一下 ok count down一下 不然的话 有时候真的诸神大错 有时候其实就那几秒钟 一瞬之间 情绪如果得到控制的话 后面就不会有任何的 不会有那些 那个不好的事情发生 ok 城市也是一样 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是 比如说在输入 去五九代 ok 那就是 随便输入一个错 答错了 然后答对了 那么答案正确 就跳出 那这个写法 跟上面的写法 是一样的 所以呢 也许我把这个 也一样 把它放在云端上 给各位参考 这个是方法一 那方法二的话 也许 我就是在 底下再补充一下 那画面再还给各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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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